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澳大利亚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澳洲在1932年爆发而苗战争,鸟儿胜出 赖摩,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澳洲在1932年爆发而苗战争,鸟儿胜出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场非比寻常的战争 这不是人类之间的争斗 而是人类与大自然的一场奇特对决 这场战争的主角不是装备精良的士兵 也不是拥有高智慧的策略家 而是一群看似无害的鸟儿,尔苗,一鸟 这就是发生在1932年的澳洲 被吸称为尔苗战争的历史趋势 首先,让我们来设定一下背景 1930年代的澳洲正处于大萧条时期 农民们的生活非常艰难 为了帮助退伍军人和农民 政府分配了西澳大利亚的土地给他们耕种 然而,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很快就发现 他们不是唯一想要享受这片土地的生物 成千上万的尔苗,这些大型,不菲的鸟类 开始迁徙到这片区域寻找食物和水源 这些鸟儿对农作物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尤其是刚刚播种的小麦 农民们急了,他们向政府求助 于是,澳洲政府派出了军队 带住机枪和弹药,准备将这些鸟儿赶出农田 这就是尔苗战争的开始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战争的结果 你可能会想,装备了现代武器的军队 对抗一群鸟儿,结果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但事实上,尔苗们展现了惊人的生存能力和机动性 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奔跑,敏捷地躲避子弹 甚至有时候会分散成小群体 让军队难以集中火力 经过几天的战斗 军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最终,这场战争以尔苗的胜利告终 政府撤回了军队 农民们只能寻找其他方法来保护他们的农作物 这场战争不仅显示了人类对大自然力量的高估 也反映了当时政府对农业问题处理的笨拙 尔苗战争成为了一个经典的笑话 一个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战争的荒谬故事 它提醒我们,有时候即使是最降大的技术和武器 也不一定能够战胜自然界的简单生物 而这些鸟儿,无疑成为了澳洲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战争英雄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场非比寻常的战争 这不是人类之间的争斗 而是人类与大自然的一场奇特对决 这场战争的主角不是装备精良的士兵 也不是拥有高智慧的策略家 而是一群看似无害的鸟儿 尔苗一米尔 这就是发生在1932年的澳洲 被戏称为尔苗战争的历史趋势 这场战争的背景是1930年代的澳洲大萧条时期 农民们的生活非常困难 政府分配了土地给退伍军人和农民 但他们发现 他们不是唯一想要享受这片土地的生物 而苗开始大规模迁徙到这片区域 寻找食物和水源 对农作物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农民们向政府求助 结果政府派出军队准备将这些鸟儿赶出农田 然而 这场战争的结果却出乎意料 而苗展现了惊人的生存能力和机动性 躲避子弹 甚至有时候会分散成小群体 让军队难以集中火力 最终 政府撤回了军队 农民们只能寻找其他方法来保护农作物 这场战争成为了一个经典的笑话 一个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战争的荒谬故事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有时候即使是最强大的技术和武器 也不一定能够战胜自然界的简单生物 而这些鸟儿 无疑成为了澳洲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战争英雄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认为这场 而苗战争是一个荒谬的故事 还是一个有趣的事件 你有什么疑问或观点想要分享吗 欢迎在下面的留言中与我们互动 一起来探讨这个令人捧复的历史故事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